今次要學的動作 叫做手指的椅子上反屈膝動作 這個動作是手臂運動 需要準備一件事 請準備一張椅子 準備了椅子之後 便舒服地坐在椅子上 比起細小的塑膠椅 最好準備和肩膀那麼闊的椅子 就這樣坐下 雙手微微用力捉住椅子的邊緣 一步一步向前走 一二三 臀部可以滑出去的程度 這個時候膝蓋和盆骨呈十一字型 臀部來將椅子越近 用力會越少 所以臀部要向前推 一開始縮緊翼下 這個時候要注意 肩膀不可以這樣向下沉 抬高臀部用肩膀抬高 手肘要向外 慢慢蹲下 這個時候臀部都不可以下沉 向上的時候要呼氣 再來一次 椅子上反屈身向上抬 如果覺得太累的話 就這樣蹲下一點也可以 一開始做這些 之後可以蹲得越來越多 然後蹲下之後 稍微頂住 手臂背後的肌肉 三頭肌是最痛的 拿開椅子再做一下 就這樣在地上坐下 腳掌 手指向臀部這樣放 這個時候太近肩膀會下沉 為肩膀不下沉 臀部稍微向前推 手指住臀部 腳掌撐著地面直接向上抬 膝頭、盆骨、肩膀線條要一直線 這個時候臀部稍微下沉 手指向外屈曲 再次上提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下沉 頂住三秒 一 二 就這樣直接抬起盆骨 一起拉伸肩膀 可以放鬆捲起肩膀 再抬起盆骨肩膀 會麻麻鼻鼻 再次向下沉 最後做四次 開始 呼氣 一 呼氣 二 呼氣 三 四 用腳掌向後推 手臂真的很痛 手臂伸直向前 慢慢把上身和下身拉近 覺得有難度的人 可以稍微曲膝頭 就這樣就可以了 覺得還可以向下的人 就拉直膝頭 腹部用力 就這樣 圓風不動的盆骨 千萬不要寒背 要努力拉直 視線慢慢在腹部捲曲 手腕弱的人 手腕是不會超負荷的程度 慢慢下去 但覺得手腕負荷太重的人 就立刻停了 慢慢放鬆手 手臂活動就完 了